农历春节即将来到花莲区渔会再度推出新鲜年货礼盒 五种包装 花莲区渔会强调除了新鲜之外 每项渔货都特别请专人去林区塞去内脏的处理 要方便婆婆妈妈带回家就很好料理 花莲区渔会总干事林俊吉指出 民众采买新鲜的渔货 不必再到菜市场来挤来挤去 花莲区渔会今年一样提供服务专线 一通电话或是网路上下订 欢迎乡亲能够踊跃预定 新鲜 他一来到我们渔会这边的话 我们就是三鲜去塞 然后去内脏 然后去林 然后马上 然后与真功 真功包装 然后马上寄出人动 对 然后保持他的鲜 有十种 十般鱼 这是花莲本港的黑面干 然后这是红鸡鱼 红鸡鱼 然后琵琶鱼 琵琶鱼 鱼鱼 然后鬼头刀鱼鱼 然后有黄鸡鱼 黄鸡鱼 大概这一箱的话 再四箱的话 要再三千五 那我们就是回归相信的话 因为这几年的话 这两年多的话 我们大家几乎的话 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真的都有受到重创 然后我们就希望说 把这个下限要压低下来 然后能够不利多销 然后让我们花莲相信 大家都能够吃到新鲜的鱼货 然后过好年 所以多少 然后这我们都卖两千八 年节鱼货感恩大回馈 感谢乡亲保证 让乡亲能够买的便宜 吃的安心 花莲区鱼会 新鲜年货礼盒 限定抢购趁现在 记者凌桀 花莲市采访报道